以上是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最速开封 好的 那么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 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玩具就是 嘿 同样是在2017年的10周年混展上发售的一款会场限定的产品 VF31J改 那所有VF的玩家 在很久很久之前 就一直在猜猜猜说 这一台这个31J改 肯定是会出 但是会以什么样子的形态推出呢 那最后万代给我们答案 就是作为一个会场限定的方式推出 作为一个魂往十周年展会的 会场限定来说的话 这一款产品应该说也算是够格吧 毕竟它也是动画最后登场的一台飞机 好的 我们还是来简单的看一下包装 这次的话 依旧也是和之前介绍过的 那几款产品一样 所有会场限定 都是采用的一个黑底的包装 然后加上这个当中一个黑暗星 那么再翻到盒子反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包装当中 所包含着的内容了 就是VF31J的F形态 F形态和B形态 好的 那么抽掉这个封套之后 就可以看到当中 正常包装风格的封绘了 那么这个封绘风格的话 也是和之前的VF31J 是完全一样的 一半蓝一半白 唯一的区别的话 就是因为这一次是VF31J改 改的话 身上机身上多了一点黑色条纹 所以说它这个包装这边的话 也成了一个蓝黑的渐变色 然后再翻到盒子反面的话 依旧也是和其他的VF的产品 都是相同的 就是三形态的图片什么的 这没什么可多必必的 我们就不用再看了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看看里面的内容物如何吧 打开这个类似于鞋盒一样的包装之后 当中依旧还会是有这样子的一张封套 封套的话可以抽出来 当中就是吸塑包装了 可以看到这次的本体了 把本体抽出来 然后本体的下方就可以看到这次的支架 以及多出来的两门导弹 这两发导弹的话 是在31G当中是不附带的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本说明书 这说明书已经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好的我们先把包装盒先拿到一边去 本体抽出来之后 这样的一个吸塑包装 我们还是先把本体全部的拿出来之后 再来和大家分享吧 好的那么拿出了所有的内容之后 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来盘点一下这一次VF31G改 相较于之前那款VF31G来说的话 在配件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改变 首先支架的话是通用的 然后三个透明的连接件也都是通用的 放到一边去 然后这边带着的12个手型 也都是完全相同的 没有任何区别 放到一边去 这边的话多出来的话 首先是多了两个导弹 导弹的话是在最终化 或者是在动画片后期当中 才会出现的两个导弹 在31G的产品当中是不附带的 然后的话是这一次的配件 两把刀是有的 驾驶员是有的 然后这两套支架的话 是用在安装导弹的一个连接件 分别是用在普通的裸机的情况下的 两个连接件 以及SP背包时候的卡在盾牌上的两个连接件 但是这款产品多了两枚导弹之后 却少掉了弗雷亚的一个人偶 以及两个浮游盾 那个东西的话 是在之前31G当中是有附带的 这次31G改当中的话就没有了 至于这两枚导弹的话 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细节 也没有任何的标志 logo什么的 只是非常普通的两枚导弹 但是有一点比较良心的就是 这两个导弹并没有直接沿用 MACROS F当中的那些个SP背包当中 所附带的那种导弹 是完全全新开模制作的 两个全新形状的导弹 这点的话还是比较良心的 然后在导弹上的话 还可以进行一些单独的拆分 两发导弹可以单独从支架上取下来 难道说后期会有那种什么发射的那种烟雾特效件之类的发售吗 好的那么配件都简单的清点完之后 下面的时间终于要把目光全部都放在我们的本体之上了 那么对于这一款VF31G改的本体的话 小伙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款31G改相较于没改之前31G的话 有一些什么区别 那么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拿出来对比一下 对不对 那么萌兔也已经在手边准备好了这一台VF31G 把两台放在一起 看一看究竟有什么区别 首先最大的一点区别 肯定就是这两台飞机在配色上会有很大的区别 在它这些灰色涂装的地方变成了黑色 然后追加了这些黑色的条纹什么的 这些些不说 单就蓝颜色的发色的地方 萌兔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31G的地方蓝色会比较的淡一点 饱和度不那么强 但是31G改的蓝色的地方 就会非常的鲜艳非常的浓郁 然后在机身条纹的分色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界线会比较的分明 蓝的黑的白的这之间的过度是非常的分明的 完全没有那种糊的情况 而之前那一台VF31G的话 在它机翼的蓝色和白色的地方 其实是有一些模糊的界线 并没有非常的清晰 包括在之前的VF31G的身上 它蓝颜色的主翼的蓝色 和当中这一条很细的蓝色条纹的地方 是会有一些比较微小的色差的 但是这一次的这一台VF31G改的话 就把这些色差的问题全部都消除了 因为压根就不是一个东西 两个颜色对不对 蓝色和黑色两个颜色 所以说这一条上面的话 就没有一个色差的情况发生了 第二点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背后又多出来了一个骑士的文章 但是骑士的文章 依旧也是和之前的梅下记一样 角度稍微有那么一些不对 太正了 应该再这样的往下斜一点是不是 应该再往这个角度再倒一点 这个的话并没有非常的正 而且这个文章的话 依旧是会印在了 它的充电宝所变形的支架的地方 玩久了可能会发生一个掉漆的情况 这点的话还是需要大家多小心一些 下面还要再和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这一次31G改头上的这一根头炮 依旧也是延续了31G是单根的头炮 这点的话其实没有想通 因为这架31G改的话 是由梅萨的那一台31F进行改出来的 为什么它头上的头炮还是延续了这一根单炮的设计 是一直萌兔没有想通的一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根头炮的话 还是依旧延续了31G使用的是一根单根的头炮 那么也说过很多次了 这根头炮是非常容易折断的 在把玩的时候要千万小心 这次的话31G改依旧没有给我们附带替替换的天线 这点的话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再说一遍万代是不会提供任何的成品的补件服务的 拼装会有但是成品是没有的 所以说再把玩的时候千万小心不要折断了 两台飞机翻到反面之后 可以看到在反面的涂装上 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在颜色上主要是 这一台31G的话可以看到 在肌腹部是比较的单调的 只有蓝色和白色两种颜色 而这一台31G改的话 在腹部的颜色上就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加入了一些黑色的条纹进行点缀了 然后其他在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包括它机头的大风 以及它的屎黄色的机舱盖什么的 这些的话都没有什么改变和改进 这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好的那么看完了双机对比之后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导弹 新加出来的导弹 装上它本体之后的表现效果如何 要用到的是两个连接键 把它插在导弹当中的孔洞当中 然后把它装在它肌腹部两边手的地方 会有两个卡槽给它卡进去就可以了 好的 这四发导弹安装上去之后 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 它的导弹会相较于之前的MACROSS F当中 171SP背包当中所带的那些导弹来说的话 会更细一些更长一些 这样的话就让这四发导弹的存在感 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关于这一台全新的31G改 另外一个小伙伴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想必肯定就是那一个SCP背包的表现了 因为这一台31G改和31J的话 是共用一套背包的 万代是不会再为这一台飞机 专门再推出一套SCP背包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之前的那一台31J的SCP背包 装上这一台31J改之后的表现如何的话 小伙伴们是非常关心的 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装上SCP背包之后的表现如何吧 好的那么为了节省时间 萌兔已经将它的SCP背包 就全部穿上了它的本体了 至于那些小伙伴 如果不知道SCP背包该怎么安装的话 可以去翻一翻萌兔之前的视频 在介绍SCP背包的时候 都有详细的介绍过该如何安装 那这边的话就不再多啰嗦了 那么在装上了SCP背包之后 小伙伴们都普遍会比较担心的就是 这个SCP背包装上了31J改之后 会不会有违和感 但是萌兔在装上之后 经过了一番打量之后 发现不但没有违和感 反而萌兔觉得这一台SCP背包 会更加适合的是31J改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SP背包上 本来就会有这种黑色的条纹点缀 有这种星星点点条纹点缀 但是在31J的身上 是几乎没有黑色的颜色出现的 但是这台31J改身上就不一样了 会有这种很多黑色条纹 配合上类似于像推进器的 有一条黑色的条纹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黑色的一块 然后肌腹部的地方也会有 不少这种小黑色的和灰色的地方 会有一点色差的产生 然后在和机身上的这些黑色条纹 进行一些个呼应之后 反而这台SCP背包会更加的适合 这个31J改 因为在配色上会更加的协调 会更加的融为一体 那么要在这个SCP背包的情况下 要来安装这一次所附带的 全新的导弹的话 就要用到的是另外一个连接扣 就是这样子一个V字的连接扣 把它插在孔洞当中之后 两边有两个勾的话 正好是勾在这一块盾牌上的 这盾牌的两侧 这盾牌两侧的话 之前就已经预留好了有两个凹槽 只要直接把它对准了卡上去就可以了 卡的还是非常的紧的 然后再把盾牌安装在它的肌腹部就可以了 装上了导弹之后才感觉这样才是真正的SP状态 在G下方装上了两发导弹之后 让原本在机背部的两个非常庞大的推进器 会非常伪和的状态 得到了一点平衡性上的缓解 看上去的话不那么违和了 因为上下都有东西之后 让它整体的造型会变得更加的丰满 更加的完整一些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还原出 他们最终决战时候的那一个造型了 太帅了好酷炫 萌兔好喜欢 好的那么在这期视频当中 不打算再对它进行一个变形了 因为在结构上的话和31J 或者说是和其他31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连头部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就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 来和大家做一个变形的解说了 那如果正在收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对31系飞机的变形结构 还并不是非常了解的话 可以去翻译一下 萌兔之前的一些视频 那么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对31系的飞机的变形 有过非常详细的解说 这边的话就不浪费时间了 好的那么就是这样 这一台铜模换色的31J改的话 就简单的看到这里吧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最速开封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这一台DX超合金VF31J改的话 小伙伴不知道觉得怎么样了 至少萌兔还是非常喜欢的 最后再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这一台31J改 相较于31J来说 会多了两枚导弹 但是与之相对的 会少了弗利亚的一个人偶 以及会少了两个浮游盾 在官方定价上的话 会比31J便宜了600日元 然后会和31J的话 共用的是同一套的SP背包 但是这一台31J改在装上相同的 SP背包之后的表现情况 会比31J会更加的漂亮一些 萌兔是这么觉得的 那么除此之外 在它的变形结构 以及变形手感上的话 和之前的31J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正在纠结 是买31J还是买31J改的话 那萌兔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不用纠结了 直接买31J改啊 就不说它身上多出来的花纹啊 或者说是更好看啊什么 就不说这些啊 单就因为它是一台这个会场限定的产品 将来是绝对不会再版的 就应该买这台31J改啊 而且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点千万不要错过的就是 那个31J用的那个SP背包啊 这个背包首先它的质量就是非常的优秀 其次的话呢 也是在魂网限定发售的 将来的话呢 也很少会有可能会再版 那将来随着31J改和31J 也都是用的同样的背包啊 那可以预想啊 将来那一个SP背包 肯定是会越来越贵的 所以说萌兔建议大家 如果要买这个SP背包的话呢 还是尽早入手会比较好 将来肯定会越来越贵的 好的 那么就是这样 喜欢萌兔视频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收藏分享 想要收看到更多精彩模玩分享视频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点击关注以及订阅按钮 同时也可以扫描这个方向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萌兔的微博 在微博上呢 会有更多的精彩 等着大家 最后到最后呢 还要感谢小伙伴们长久以来的知识与去陪伴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